就在昨日,暴雪官方发布了第四季度财报之后,也证实了玩家对于其内部裁员的猜测,官宣全球裁员8个百分点,约800人将在一周之内离开自己的岗位。 对于热爱暴雪系的老玩家来说,无疑是一则惊天噩耗。毕竟根据去年,暴雪嘉年华透露的信息,以及裁员的态度来看,暴雪在今年,推出新IP大作的概率,已经微乎其微了,似乎只能靠着老牌的暗黑破坏神手游,魔兽争霸三重制版,以及魔兽怀旧,福来撑撑场面了。 而后暴雪总裁,也发布了一则,制暴雪社区玩家们的一封信,安抚众多老玩家。 在信中提出裁员,是为了,重组非游戏开发职能团队的架构,以更多的资金,与时间投入新游戏开发,与现有几大游戏品牌的更多内容,从中我们看出暴雪,目前对于旗下老游戏IP品牌打造计划的决心。 玩家各执己见,而结合这次裁员事件,以及总裁的亲笔性,也引起玩家们的争议。 对于暴雪系老玩家而言,尤其是魔兽世界玩家,面对如今8.1的疯狂搞事且持出剧情,巴布的暴雪多裁掉几个鬼台设计师来重现魔兽昔日的辉煌。 对于总裁致力于还原老牌游戏之举,表示十分支持,并且希望早日看到魔兽怀旧服的上限。 但是对于处于暴雪边缘的心计,以及风暴英雄玩家来说,这次裁员造成了一种人心惶惶的感觉。 毕竟早在去年风暴英雄的全球电竞项目就遭遇大看,而心计的职业联赛也处于日常维护阶段。 很难保证在裁员之后,核心人员是否会全部保留。 更不用提还活在梦里的心计三了。 遭操作,暴雪裁员后日赚159亿,而对于暗黑破坏神手有耿耿于怀的暴雪黑粉们,更是在论坛与各大媒体中大肆鼓吹。 这次裁员预示了暴雪大厂,未来前途一片黑暗。 可是真相真就如此吗? 就在暴雪官宣,裁员的一天之内。 公司股价居然不降反升,整整上升了6.96个百分点。 综合整体市值来看,近赚23.67亿美元,看来各位玩家嘴上说着,暴雪要凉。 王权没有永恒,身体却是十分老实。 偷偷含泪,支持了一波暴雪。 春节期间,面对守望先锋38元,以及魔兽世界,记卡宋作旗的优惠。 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啊。 特别是,当暴雪噩耗来袭。 玩家们又一次,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。 我估摸着魔兽世界,虎年怎么也得送个幽灵虎吧。 卢石传说回馈一波,送个卡包什么的。 不管如何,我们真的不希望一款,走过15年风雨的魔兽世界,渐渐走向陌落。 也不希望看见一家,创造出暗黑、守望、卢石等经典游戏作品的游戏公司陷入僵局。 不过也希望暴雪,可以找回初心。 回归当年那家,认真倾听玩家意见的良心公司吧。 管关设计师,舅舅魔兽,舅舅经济。 舅舅暗黑三吧。